夜深人禁時爆炸聲連連 透天明在客廳冒出紅色火光 還有恐怖黑煙 租客趕緊跑出門外打電話報案 消防車到場人員趕緊著裝布水線 過程中大小爆炸不斷 鄰居打開鐵門查看 又被嚇得躲回屋內 正準備要睡覺的時候 一瞬間起來了 他一直爆我們不敢出來 深夜11點多 台中西屯出租的透天明宅 突然冒火一發不可收拾 而租客在客廳堆放 好幾罐噴漆 鬆香油 甚至還有汽油桶 疑似就是爆炸元凶 他裡面有一些 他說有割草機 他是有備一些 他自己要加的燃料油 但是也沒有很多 沒有很多 所以說我們進去之後 也有把那個汽油桶那個小姐把他拉出來 火師覆面後 客廳漆黑一片 雖然無人受傷 但附近鄰居超驚恐 因為已經不是第一次失禍 只要兩個月 煮東西 喝熱酒 不然說倒火 煮到炒火鍋 不知道要整天會忘了 租客狀況連連 上次主動吸失禍 這回疑似電線走禍 剛好屋內又對方一燃物 爆炸聲讓鄰居擔心 再出事不是每次都能全勝而退 記者黃成鳳 李雲杰 台中報導